香港這個本來是英語黃王萬上最璀璨的明珠 現在已經繁華落盡了 未來他就完蛋了 完蛋了以後就看到了香港的樓市片子 跳樓大拍賣 所有的房子開始不值錢了 開始狂跌了 更誇張的是 今天台灣也有一家 耗著這六星級的飯店 他居然說我做不下去 我現在要大量值錢的這個員工 他背後也是港資 寶姐 事實上這個文華東方 他最近宣布說他要資遣員工 包括說訂房不再訂了 可是寶姐你知道 過去大家都說這個不是 林命群的這個飯店嗎 事實上他在去年底 今年出的時候 他已經悄悄有傳言人 他悄悄賣給港資一個叫做盧企賢的人 寶姐 這個盧企賢 大家完全都不知道他是誰 而且他就橫空出世 是嗎 真的 市場傳言人士他的成交價是 385億台幣 可是寶姐 事實上這個已經非常高的價格 他在香港或是什麼 也從來沒有登上過什麼 富比式排行榜 所以也沒有這個名字 你怎麼可以出385億 而且他非常的年輕 如果有照片的話 他是一個非常年輕 非常帥的一個人 他常常跑趴 又是一個橫空出世 我們講過很多這種 突然橫空出世的人 他又是一個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很多人就猜測說什麼 因為他在香港負責 就是這些高端的 這個private banking的這些東西 就有人說是不是有人拖他 到這個地方來買了這個東西 買台灣的物業 所以這是什麼 告訴你是香港的有錢人 在往外跑了 他在買這些東西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個事情 大家都認為說 今年不是這個疫情的影響嗎 我們台北的房價應該要跌嗎 可是有一個很詭異的現象是 台灣的豪宅價格是沒有跌的 而且成交相當相當多 很多都是 我們都一開始都認為說 你說很多香港的資金 有錢中國的資金跑來台灣買了 沒錯 所以有很多資金已經來了 所以你要說這個 香港資金有沒有在跑 有 他已經開始來到台灣 台灣的豪宅或是台灣的飯店 接下來可能有一批 會被他們慢慢慢慢的買掉 也就是說他們也會很擔心 香港的前途 他說我要離開香港 到哪裡去 台灣是一個選擇之一 所以台灣未來有非常非常多 還有另外 所以說在台灣的房地產 你表面上看到的 對 跟實質上發生的是不一樣的 那我再跟他講 還有另外幾個地方也是一樣 最近新加坡很多物業就說 哇 我們現在接到好多好多 這個人家要詢問我們新加坡的房子 然後後來問他說你是來的 我說香港啊 香港人啊 所以香港現在也大舉 要進到這個新加坡去 還有什麼 雪梨也是一樣 紐西蘭 紐澳兩個地方 都很多 中國人現在到那個地方 準備要買樓 你說香港現在資金大頭嗎 對 甚至他沒跑到首爾去 所以你看 現在他們資金 開始往外竄逃去 而且這個調查都是 他們甚至還有很多香港人 就直接在這個 對外說明會的時候 都很多人 所以你看 香港的富豪已經開始 開始要從香港大撤退 這個大概是免不了一個趨勢 你跟他講到的 當這些錢當然就流來流去 當我這些錢要流出香港的時候 那香港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跟大家講 最近香港的物業是連續的 跳樓大拍賣真的非常多 我們跟他講 像這個是一個西灣河的這個博會 他主要這個 你看這個 是一個非常大 非常高的一個高樓 結果沒想到這個賣家就說我要賣 他說賣什麼 賠184萬港幣 另外一個 升完9號的這個業主 他就說我連樓跟車圍一起賣 我賠430萬 也是港幣 對 港幣 另外一個叫啟德嘉惠的這個業主 他就說我要移民 他的說法都是 大家說都說我要移民 那樣一口氣減100萬港幣 然後用1060萬賣出 所以你看到現在各個 香港各地的地方 全部都出現 短期間之內很多樓要賣 特別是 這些都是最近的價格 對 都是最近的價格 開始在 開始在狂壽 你可以看到 這是香港的樓價的這個價格 你看都同時在往下跌 整個香港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最新的數據 是香港3月到4月 這個最近兩個月豪宅的這個成交價格 開始往下跌 而且成交量急縮 一直往下跌 也就是說開始台灣的豪宅價格 撐住往上 對 結果香港的豪宅價格往下 對 所以就這樣一個很明顯的味道 就是說有錢人 真的從房市來看的話 他們已經開始要撤離香港了 而且你說這個撤離香港 是內心的恐懼 因為香港對於中國來講 他是最好洗錢的地方 那這個洗錢的這些人 其實以前都是習近平的死對頭 好 習近平事實上 他非常討厭香港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事實上我們都 以過去的領導人來說的話 這個江澤民去了三次香港 胡錦濤也去了三次香港 習近平上任之後 他只去一次 而且他為什麼還去一次 是2017年香港回歸20週年 他不得不去 所以他就去了 那去的時候你知道 香港是用什麼 全面武裝戒備森嚴 你可以講 胡錦濤去的時候只有三千人 另外他去的時候有九千 警方有九千人在那個地方 而且他們圍成圍的真的是 車水馬龍不斷地給你圍起來 而且我保證跟你講 他那種範圍是 你看他整個這樣 這個衝鋒槍 在灣仔的這個立井飯店 你看有這麼警備深野 還有空中直升機 還有海鬼 水鬼隊在旁邊 你知道這次還怎麼樣嗎 保證你知道 事實上為了要去香港這個地方 你知道 他還畫了一個空中識別區 當時整個廣東有一半都不能夠飛 而且無人機都不能夠飛 廣東都不能飛 廣東不能飛 而且你看他還有一個禁航區 在這個地方 這是香港本身 那但是他不只跨香港 他連周邊的城市 幾乎都不能夠飛 而且這個禁航區 是連無人機都不能飛 對 而且你知道多誇張嗎 他在香港的時候 他是第一天到的時候 第一天是晚上到 第二天待一天 第三天7月1號開完會 馬上就走了 很快就離開這個地方 毫不留戀 毫不留戀 而且你知道他在這個地方 他在的時候 外海有什麼 遼寧號來到香港 是喔 真的 殲20也來到香港 所以他就是 海陸空間 蜜不透風間 他有這麼緊張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是江澤民的老巢 他根本不敢在這個地方 江澤民的老巢 這是人民日報的一個報導 他在這個最後一次的時候 他在2002年 2001年的時候 他去香港訪問 他準備要卸任了 他去香港訪問的時候 你你知道嗎 他在香港的時候 他找他找這個 他把他兒子帶去了 江梅恆帶去了 帶去了之後 你知道他找了什麼 所有的香港的一線富豪 像四大家族 李嘉誠什麼都到了 那他跟他們說什麼嗎 他說各位啊 我要離任這個國家主席了 那這個我的兒子 冥恆就交給你們 照顧了 他等於是脫孤給那些香港人 所以你知道他跟那些香港富豪之間 關係之密切 脫孤給香港 他之前他曾經三次訪問香港的時候 他每一次都住在李嘉誠的飯店 所以他跟李嘉誠是關係非常 甚至還人家拍到什麼 他早上跟李嘉誠 兩個就坐在這個餐 這個所謂飯店裡面 這邊吃早點 所以他跟李嘉誠關係這麼好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習近平不想來香港 因為香港就是很多江派的人 他們這邊的大本營 全部在這個地方 他來了之後 他又知道說這個地方 是相當相當危險 所以他講話 說這個香港好棒棒 他就走了 所以他顯然 他對香港是相當相當恐懼 所以他現在也毫不留戀 這不是我的地盤 這是江派的地盤 這絕對是江派還有曾慶紅的地盤 不是我的地盤的時候 那我何必客氣什麼 你會用這個利用香港 來顛覆我的時候 我當然毫不客氣 清洗香港 所以你說這次的國安法 進來以後 我不但是我要把手伸進來 我不但是要去清洗 剛剛講到的 美國的一個勢力 我更是要清洗 江派的勢力 對好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現在在江派 最主要的這個江澤民的兒子江志成 他現在仍舊在香港 他還在香港 他在香港的話 他這幾年的話 不斷的投資 你看2019年 三半年的話 他投資了六筆 他在光是這樣的話 他就賺了大概數十億港幣 甚至更多 所以說事實上 他們在這個地方 有相當深厚的勢力 那你根本不用講 有很多的紅二代 真二代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這些都是所謂的反習 最有利的人士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那我當然要把手伸進來 其實李嘉誠說得很明白 這個如果國安法 能夠化解中央 對香港的憂慮的話 他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那中央到底在憂慮什麼呢 當然就在憂慮這些 所謂的反習勢力所在的位置 好瑞德 香港有這麼樣的複雜嗎 想說中美博弈 就在香港較勁 結果香港較勁本身 在中國是習近平跟江派 在這邊交際 對於美國來講 是川普跟華爾街 在這裡交際 這也太複雜 連台灣 國民黨以前也扯在這裡面 對沒錯 那你要知道 那麼現在呢 我們需要這個 美國的相關的這個 鋪爪雷達 設在新竹樂山嘛 對 所以全世界各地 所有的那個東西 我們都知道 但你知道美國對有關於中國的 相關的情報 主要來自於哪裡嗎 台灣啊 那你知道第一站最重要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前進基地在什麼地方 就是香港 你知道嗎 那麼今天啊 如果香港版的這個 國安法通過了以後呢 我們的情治單位在香港呢 可能要歷經第三次的大逃亡 台灣在那裡有情治人員 沒有 非常多啊 為什麼 第三次的大逃亡啊 為什麼說第三次 現在不是剛好兩會嗎 兩會開會嘛 那今天不是啊 這個通過2800多票嘛 對不對 通過等等啊 你知道嗎 那當我們的 傑出情治人員 叛逃的時候 會怎樣 1997年 這個1997年啊 就發生了一次 為什麼呢 不是讓香港回歸嗎 在1995年的兩會 開會的機密資料 我們事先都知道 我們事先已經拿到了 你知道嗎 香港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 包括香港的這個 工作小組啊 他們透過自己本身的部件 情報部件 所以已經拿到了相關的東西 而且從1995年開始啊 到1997年 鄧小平的每天的那個身體健康的狀況 他們都知道 超大 超大嗎 我們甚至於厲害到兩個單位 為了這個真功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真功就是大家要賭鄧小平哪一天斷氣 你知道嗎 因為誰能夠每天掌握鄧小平的身體狀況 而哪一天斷氣你能夠掌握住的話呢 那最上面的這個陳峰當然就相信你啊 表示你的情報部件真的做到那個地方嘛 最後有人真的成功了 而不幸的是 後來包括成功的那個 那個截獲相關的這個 比如說情資的單位呢 包括國安局跟軍情局啊 結果沒想到 國安局的一位 那麼掌握非常非常重要情資的人 他叛逃了 你知道一個晚上 就在1997年 當時中共那麼國安 公共的國安單位呢 那麼就在回歸前講了一句話 現在趕快走 否則大屠殺 就是說台灣還留在這個香港的情資單位喔 現在趕快走 網開一面讓你走喔 等到到時候大屠殺 寶傑你知道嗎 真的大屠殺 殺多少人 我國的這個長期部署在香港 叫做港澳小組其實是以香港為主啦 一夕之間全部聯絡不到 十六個最重要的幹部呢 不見了 就真的不見了 一夕之間喔 十六個幹部沒了 一夕之間整個港澳小組 全部都不見了 調查局從此以後裁測 那個香港港澳工作小組 調查局不再介入 你知道嗎 那都不見了怎麼辦 都不見了這表示事情已經大掉 他們全部都知道啊 那你會說他們到現在都還不見了嗎 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實以前在1997年啊 香港正式回歸給中國之前啊 其實都是由香港警務處下面的政治部負責管理所有香港的情報 因為大家都在那個地方嘛 英國軍情六處包括美國的這個相關單位 也包括台灣的包括中國的都在那個地方 事實上我們這邊的身份他們都遼落執掌啊 但是一夕之間就把你給吃掉 他們用吃掉形容 整個把你吃掉 這太慘了 他還不是最慘的 為什麼呢 1997年過後兩年 因為你整個被吃掉 你不可能就不見嘛 還在得進去嘛 所以呢 只不過才區區間隔兩年而已 1999年還記得嗎 還記不記得那個所謂的亞巴飛彈 亞巴導彈事件 台海飛彈危機有沒有 李登輝說了一個說 那是空炮彈有沒有 他事實上 倒也不是因為李登輝講了這句話以後呢 劉連坤的身份就曝光 倒也不是 為什麼 我們事實上裡面又出了內建 然後又出了內建之後呢 那麼當時發生了一件事 當時曾經在廣西當過工作站的站長 也當過香港工作站站長組長的這個 等於說非常重要的人啊 他的名字叫做葉秉蘭 葉秉蘭啊 他在1999年的1月 那麼就退了 你知道嗎 可是金隔三個月 他上當 他被一個好朋友 設局 讓他變成了 好像用台商的身份嘛 在退下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到了廈門去 隨行的 還有包括一個退役的少將 就去了以後 所有的人全部 都被抓起來 然後呢 他就被抓了 他葉秉蘭被抓 他到底說了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你要知道老公對他一定不會客氣的嘛 因為他身上 裝了太多的東西嘛 他到底裝了 講了什麼 沒有人知道 連監察委員 監察院都在查 你知道嗎 他到底沒講什麼 永遠不會知道的 可是他一被抓 廈門被抓 馬上他一手提拔的一位 那麼中國大陸籍的 張姓的幹部 那時候是時任接任他 廣西相關的工作小組的 那麼等於說站長 馬上中共國安部下去逮捕 那這一段呢 大概是很少人會知道 這段可歌可泣 為什麼 他是我們部件的嘛 十幾個人正在開會 在廣西站開會 國安部的人來了 槍戰 你知道嗎 真的在中國廣西就槍戰 你知道嗎 槍戰了以後呢 雙方互有死傷 那麼國安單位的人呢 中國國安單位的人呢 互有死傷 我們這一位 曾經特別送到台灣來 由國安局一手訓練的 這位張姓的戰長 就因為這樣訓職死在現場 所以呢 總共包括劉連坤 包括這個等於說 包括這個戰長在內 這一次總共包括 香港小組的人啊 被他們殲滅了30 16個人啊